哈喽哈喽我是鱼杂 香煎三文鱼是我非常喜欢的三文鱼做法 那今天呢就分享一下我在日常最常吃的一组青食小套餐 先准备一块带皮的三文鱼 还有一些你喜欢的新鲜蔬果 芦笋是我的首选 这块三文鱼它会比较宽 我会在背上先浅浅的开三道 助三文鱼更快的煎熟和入味 扫上一些柠檬盐、黑胡椒 可以再来给烟熏辣椒粉增加风味 均匀的涂抹看来正反都要哦 底下盘子里的也不要浪费 我们全部都蹭到鱼肉上来 煎鱼之前锅里先开火加热一下 再倒入差不多一汤匙的橄榄油 先鱼皮朝下煎 那轻轻摁住呢去捏鱼皮它是会回缩的 还有也可以让鱼皮最大面积都可以同时被煎到 鱼皮煎至金黄之后 我们就可以翻面把鱼肉的部分都好好的煎一下 全程我们就控制小火每面两到三分钟 当鱼肉吹见这种漂亮的金黄色 我们再次将鱼皮朝下放入黄油和大蒜 两者会起到增香提味的作用 黄油更会进一步焦化三文鱼带来风味 同样小火淋油两到三分钟左右 我们就可以关火放到一边 让它继续低温加热 煎卤笋同样我们也是先热锅 再倒橄榄油 再加一小块黄油 油融化我们就关火 把卤笋焖在锅里两分钟 撒入调味料开大火 煎至表面微重就可以 这个方法煎串的卤笋会特别鲜嫩 但又不是焦香 不用洗锅我们直接炒果酥粒 紫洋葱加盐炒软来点黑胡椒调味 加入玉米采椒 最后出锅的时候还可以加一点 气味粉增香 稍微翻炒就可以出锅啦 最后装盘的时候 加的酱是柠檬蒜味蛋黄酱 和这次的三文鱼非常的搭 翠绿鲜嫩的卤笋 表面酥脆的三文鱼 还有浓郁的果树粒 最后还要加上海鲜最好的搭档 柠檬先生 这组香煎三文鱼配食术 就很快的完成啦 对于个人来说 不管是作为一天中的哪一餐 都是非常棒的选择 营养美味又健康 像一像 像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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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